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J.D.范斯 他是唐纳德 特朗普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但他的怪异行为正成为特朗普的大问题 而民主党则抓住这个机会 通过媒体大肆宣传他的怪异言行 试图削弱他的竞选能力 此外 唐纳德 特朗普在黑人记者 活动上的惊人且尴尬的表现 揭示了他似乎正在失控的状态 另一边 卡玛拉 哈里斯 正在将这次选举变成一场 关于堕胎权力的战斗 迫使川普面对这个令他感到头痛的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今天的美国政坛 唐纳德 特朗普和卡玛拉 哈里斯 正如同两个对立的词集 吸引着无数的目光和热议 透过三篇不同的媒体文章 我们可以一窥两位政治人物 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 关键角色和争议 首先 我们来看看 Telegraph对JD 范斯的报道 JD 范斯 这位俄亥俄州参议员 被唐纳 特朗普选为副总统竞选搭档 然而 他的怪异性格 成为了民主党的攻击焦点 民主党借助各种媒体资源 包括播客和电视频道 不断强调范斯的怪异 这一策略似乎正在奏效 范斯的一些言论 确实令人不安 比如他曾经在公开演讲中表示 我们认为婴儿是好的 因为我们不是反社会者 此外 他还提议让所有孩子拥有投票权 并由父母代位行使 认为有孩子的人 应比没有孩子的人 拥有更多的权利 这些言论在公共舆论中 引起了巨大争议 此外 范斯画眼线的习惯 成为了攻击他的另一个焦点 画眼线本身没时磨错 但在政治对手的眼中却被解读谓不诚实的象征 甚至还有一个关于他与沙发发生性关系的互联网谣言 尽管这是个推特恶作剧 但这种负面形象依然在公共视野中挥之不去 共和党的回应 则是将民主党支持者标签位 NPC及非玩家角色 暗示他们缺乏独立思考 盲目追随领袖 这种非人化的攻击手段 将政治文化推向了更丑陋的深渊彼此之间的对立 日益加剧 然而 范斯并不是唯一的麻烦制造者 唐纳德 特朗普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表现 也引发了大量争议 The Toronto Star 报道了特朗普在芝加哥黑人记者协会 会议上的表现 这次会议成为了他选举活动中的一个关键失误 特朗普在会议上质疑卡玛拉 哈里斯的种族背景 说我不知道他是黑人 直到几年前他突然变成了黑人 这番话在黑人记者协会面前显得格外刺耳 此外 当被问及为何黑人选民应该信任他时 他回应称自己从未被如此恶劣地对待过 并称记者讨厌和无礼 当被问及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JD 范斯是否准备好接任总统职位时 特朗普基本上否定了副总统角色的重要性 这更让他的回答显得草率和不负责任 这场会议与特朗普近年来的大部分露面不同 这次他面对的不是精心挑选的观众 而是挑剔且专业的记者 这让他显得既抱怨又防御毫无从容不迫的形象 最后 The Toronto Star 还报道了卡玛拉·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的重要角色 哈里斯几乎确定将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候选人 他将堕胎权力作为竞选的核心议题 这一做法让堕胎权力成为焦点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哈里斯在竞选活动中强调 我们将为声誉自由而战 如果川普有机会 他将签署一项全国堕胎禁令 这番话激起了堕胎权力活动家的热情支持 并让共和党陷入困境 长期以来 反对声誉权一直是共和党的制胜法宝 但现在这场斗争已成为该党的致命弱点 在最高法院推翻罗素维德案后 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遭受了惨重损失 每当这些权力出现在周选票上 该党都会受到打击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堕胎议题被有意淡化 这显示出该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敏感和尴尬 哈里斯一直是拜登政府 在堕胎权力问题上最直言不讳的传讯者 他进行了一次声誉自由巡回演讲 并成为首位访问提供堕胎服务诊所的总统或副总统 他的演讲和行动 极大的激励了支持声誉权的人们 并且让他在志愿者和捐助者热情方面 占据了优势 这些文章共同勾勒出了一幅激烈且复杂的政治图景 唐纳德、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 分别代表着美国政治的两个极端 JD、范斯则成为了这场选举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场角逐将变得更加激烈 充满了争议和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JD、范斯、唐纳德、特朗普选择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因其极端的言论和行为 而被民主党和媒体描绘为怪异 民主党抓住这一点 在媒体上大肆宣传他的怪异 试图借此削弱他的影响力 范斯对女性的言论尤其是对 无子女的猫女似的 鄙视以及他的一些哲学观点 例如建议给有孩子的父母更多的投票权 都是批评者的主要攻击点 这些言论让他在公众中留下了不安和奇异的印象 在此背景下 特朗普在黑人记者活动上的失态 进一步削弱了他的竞选形象 在芝加哥的全国黑人记者协会会议上 特朗普的表现尴尬且失控 质疑卡玛拉、哈里斯的种族背景 并与记者们发生激烈对抗 这让他看起来防御性强且不友善 这样的表现对其竞选极为不利 与此同时 卡玛拉、哈里斯则在民主党内外 形成了强大的支持力量 尤其是在堕胎权力这一敏感议题上 哈里斯将这一议题作为他竞选的核心 并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 以强调生育自由的重要性 他在特拉华州的竞选演讲中明确表示 如果特朗普有机会 他将签署全国堕胎禁令 这一言论激发了生育权力活动家的强烈支持 并让共和党在这一问题上陷入困境 共和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对堕胎的讨论明显减少 反映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处于防御状态 然而活动家们担心这些温和的措辞 只是为了政治权疑 而非反映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实际政策行动 2025计划 这一由保守派和基督教团体起草的政策蓝图 呼吁对生育护理实施更严格的限制 包括设立生命部来收集每次堕胎的数据 并取消联邦对紧急堕胎护理的保护 哈里斯作为拜登政府 在堕胎权利问题上最直言不讳的宣传者 进行了全国巡回演讲 并成为首位访问提供堕胎服务诊所的总统或副总统 他在美国各地 特别是在像路易斯安那州这样的 禁止堕胎的州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这种广泛的支持 不一定保证他会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 但可能为他带来志愿者和捐款者的热情 这对于他的竞选活动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 哈里斯的选举策略和信息传递 特别是在生育权力问题上的明确立场 吸引了大量支持者 并形成了强有力的基层动员 而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范斯 则因言论和行为上的争议 面临严峻的挑战和批评 在这场复杂的选举中 双方的表现和策略 将对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JD范斯确实有些言论和行为 可能让人感到怪异 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他的政治能力和策略的一个充分理由 你知道谁也曾被称为怪异吗? 尼古拉、特斯拉? 他的许多奇怪行为和想法在当时被认为是疯狂的 但他的贡献改变了世界 或许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范斯的政策 而不是他的个人怪癖 毕竟我们选的是政治家 不是搞笑艺人 楚天书 你说的有道理 但请别忘了 特斯拉并没有竞选总统 而且范斯的怪异不仅仅是行为 他对女性、对无子女者的言论 简直可以说是反社会的 这可不像是美国应该要的领导者 话说回来 还有谁会画眼线去吸引选民 这让我想起了《非乌环游记》中的反派 他用狗来控制和欺骗人 人民需要的是可信赖和正直的领导者 而不是一个可能更适合出现在万圣节派对上的人 谢其器 我承认范斯的言论确实让人皱眉 但这也只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听说过约翰·亚当斯对汤马斯·劫匪逊的攻击吗? 这些历史上的政治斗争都充满了夸张的指控 范斯的政策理念 比如给父母更多投票权 虽然激进 但也是一种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方法 至于画眼线 这是个人自由吗? 或许 他只是想展现多样性和包容性 谁知道呢? 楚天书 你说创新 但我说这是反祖 说实话 范斯的这些言论像是 从某个反乌托邦小说中抄来的 对于普通选民来说 这些政策会让人感到压力山大 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否会导致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制度 再说了 画眼线这适尔 我们不反对多样性 但你见过哪位成功的美国总统 是性感女魔头风格出场的吗? 这不是万圣节选美大赛 记住 领导者应该是稳重很可信的 这才是选票的保证 谢奇奇 你的担忧可以理解 但或许我们需要考虑 范斯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那么离谱 历史上有很多领袖因为不同寻常的行为被误解 比如温斯顿丘吉尔曾经穿着浴袍接见美国总统 从结果看 他的领导力并未因此受影响 范斯的言论可能过火 但这不代表他没有领导能力 更何况他的政策主张可能正是美国社会需要的改变 楚天书 我们谈的是范斯 而不是丘吉尔 而且范斯的言论和行为不仅仅是不同寻常 而是令人不安 他的政策如果实行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分裂 画眼线不是问题 但如果这成了吸引选民的主要手段 那就太搞笑了 美国需要的是能够团结人民的领导者 而不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但不安印象的候选人 再说了 我们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JD范斯这位被唐纳德特朗普选中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正成为特朗普的一个大麻烦 民主党抓住机会 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大肆宣扬范斯的怪异 使范斯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 他的某些言论确实让人感到不安 比如关于女性和育儿的言论 这些言论被反复提及 进一步加深了范斯的怪异形象 甚至他画眼线的习惯 和一个关于他与沙发发生性关系的虚假谣言 都被用来描绘他为一个不可理喻的政治家 尽管这些公鸡看似琐碎 但却有效地利用了公众对政治家的直觉判断 造成了范斯形象的严重损害 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黑人记者活动上的表现同样令人尴尬 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像职业高尔夫球 首格雷格 诺曼在关键时刻失误的那一幕 特朗普在这次会议上的言论 如同在观众面前自爆其短 尤其是他质疑卡玛拉、哈里斯的种族背景 和对黑人工作的定义 显得尤为刺耳和不合时宜 这次活动没有精心挑选的观众 没有预先安排的问题 使得特朗普在面对真正的质询时 显得手足无措 甚至有些失控 这与他在温和的媒体环境下的表现 形成鲜明对比 凸显了他在竞选策略上的明显短板 卡玛拉、哈里斯的出现 更是让这次选举的焦点 转向了一个共和党最为脆弱的议题 生育权力 哈里斯将自己塑造成生育自由的捍卫者 打着为生育自由而战的旗号 激起了支持者的热情 这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难以应对的挑战 尤其是在最高法院推翻罗素维德案后 生育权力问题在选民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对 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和不一致 使得哈里斯在这一议题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总的来说 J.D.范斯的怪异形象和特朗普 在黑人记者活动上的失误使得民主党在攻击策略上如鱼得水 卡玛拉·哈里斯 则通过将生育权力作为竞选核心议题 成功地激发了支持者的热情 并给共和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 使得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形式更加复杂和多变 无论是范斯的形象问题还是特朗普的竞选策略都将对共和党构成严峻的挑战 而民主党则有机会利用这些弱点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